好兄弟结婚第三天就被路 我直接赏新娘子一套小黑屋 续接上级 一听我说小黑屋 小美一下子急了 你到底想怎样 这样的女人肯定是不想让叔叔介入的 而我自然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没想怎么样 要是你觉得我说的不合理 咱们完全可以找叔叔解决吗 见她不说话 我又插了一嘴 你不会有什么苦衷 不能让叔叔介入吧 见小美这样的反应 也就说明 我的猜想没有错 摆在眼前的这段婚姻并不是真结婚 而是骗婚 这是赤裸裸的一个骗局 而骗婚这样的情况已经构成犯罪了 为了证实这一点 我立马向我的好兄弟问道 兄弟 你们是哪天登记结婚的具体一点 大概三天前吧 我拿出手机定睛一看 好家伙 三天前是周日啊 这已经很明显了 我不光不忙的说到 你们知不知道 民政局是享有法定双修的 周日他们可是不上班的 所以我想请问你们的结婚证是在哪办理的呢 此话一出 好兄弟立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这场婚姻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随着我的一番分析 小美的脸色瞬间难看到极致 她可没想到过 半路会杀出一个帅星仔 而这时小美忽然面带微笑 走到好兄弟面前挽住了她的胳膊 哎呀我们不就是开个玩笑吗 你看看把他们紧张的 特奶奶的 这女人是真不要脸 好兄弟的眼睛这会比包青天还明白 你上一边去 你这样的人 我看着恶心 紧接着好兄弟 好好用了一次自己的嘴 你骗我结婚 还骗我彩礼钱 还想骗我房子 你真 不是个东西 说完好兄弟便冲我问道 星哥 这是能怎么处理 不光是好兄弟 就连小美也把那恶心的目光投向了我 小美女士的行为属于欺诈 如果涉及数额较大的话 基本是三年以下 说完小美顿时感觉 脑瓜子嗡嗡的 当然了 这只是针对数额较大的 但如果是数额巨大 且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那就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还有处罚现金 如果是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十年以上有期或者是无期 并处罚现金或者没收财产 听完我说的这些 小美的脸都下白了 你小子别胡说八道 我 我就是拿了二十万财力而已 而且 这还都是她自愿的 我没有骗她彩礼钱 见小美还是这么没意识 我又补充到 你们又没真结婚 这不叫骗 那什么叫骗啊 还是说 只有在小黑屋 你才会承认你骗人了 一想到小黑屋 小美也只好服软 不就二十万吗 我退还不行吗 比起这二十万 以小美的嘴上功夫 随便找个有钱的老实人 就搞定了 你不要以为 你退了二十万 就算是两清了 这二十万 只是你应该还的钱 另外还有花在你身上的钱 也希望你一分不少的退回来 对付这种女人 我可不打算手软 我平生最恨的 就是欺负老实人的坏女人 而且还是个骗子 小美一下就忍不了了 凭什么要还所有的钱 这些都是她资源花在我身上的 再说了谈恋爱在我身上花钱 那是天经地义啊 好一个天经地义 你凭什么认为花男人的钱 就是理所应当的 如果你是真心结婚 这我没话说 你自己怎么想的 你自己知道 你的目的本来就不纯 小美此时已经越来越慌了 二十万的彩礼 已经是她的极限了 况且这些日子 好兄弟在她身上花的钱 少说也有十几万了 忽然小美眼前一亮 你有什么证据 说我花了她的钱 这样的话语在我眼里 只是垂死挣扎罢了 你不会以为互联网没有记忆吧 转账记录不就是板上钉钉的证据吗 小美也是让我逼得没办法了 毕竟她不想在这个黄金年纪就进小黑屋 钱没了可以接着用嘴 索性只好掏出亚乡底的银行卡 遇见你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晦气 说完转身人便走了 快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说完我便拿起手机 打通了杨叔叔的电话 喂 杨叔叔 我这有个骗婚惯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